安医生自打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似乎打通了任督二脉 原本清冷境遇的人 展开各种猛烈攻势 这可瞎坏了小白同学 他逃他追 插翅南飞 那以后你的牙刀是我呢 OK 我呢 所以我不是别人 你不是送了我的娃娃吗 其实让我觉得很可爱 很想逗 我心里已经有这个人 有 那个人 是学长吧 只是原本都按照安医生的计划 进行得很顺利 小白兔马上就要落网了 结果却被突然出现的人 打破了节奏 安医生看到学长 似乎没想象的激动 就像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生疏客套的问候打招呼 可是小白却误会了 既然他的白月光回来了 那么这里已经没有自己的位置了 于是赶紧打声招呼 落荒而逃 有空带 来往里面睡饭 我请客 嗨 班老 安医生对待学长 已经没有当年的热情 现在剩下的 只有朋友的情谊 和一丝不那么清晰的回忆 也许他现在的心 已经被小白填满 再容不下任何其他人合适 下次见 走了 于是送走学长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赶紧给小白打电话 结果却遭到了拒绝 而且我爹地很忙 我后天排休 如果你有空的话 我最近在研究新菜单 所以就 可能得忙一站走 虽然拒绝的人是自己 可俩人相处得点点滴滴 如同电影情节一样 不停地在脑子里闪现 于是乎 小白同学又又又失眠了 但是他还记得安医生的嘱咐 没去碰安眠药 于是抱着寻安排抱枕 开始翻来覆去的烙饼 为了见到心心念念的人 安医生也失下了血本 请所有员工吃饭 刚才不是说要点白夜郎 你们尽量点我请客 刚好 嗯 原本以为小白会亲自送过来 结果来的却是快递员 安医生气的饭都不吃了 亲自去餐厅抓人 哇 你怎么会来 总是很熟的 所以我心里会 啊 动手那种不好看 下一步 该怎么做 总是说不到动手 动手 他能明显看出小白不对劲 可又不太明白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但小白的黑眼圈很明显 于是不由分说 把人抓走才是正道 说你有欲 我真的没有 哎 哎 哎 这我 走 我们干嘛 太牙不舒服 我再让你真心看 看我找你们来啊 拜拜 小白真是身无可恋 百口莫辩 好端端的 又被抓来看牙 真是老大不情愿了 安医生才不管那么多 把人按在椅子上 就开始哄人睡觉 小白还真听话 就这么毫不设防地睡着了 对你来说 到底算什么 什么时候走 走之前 你先吃个饭 我不回去啊 我离婚了 我再给了個小 towel 你拿足給了个小头